或者是摩擦力 或者是你的電力不夠 或者是你的馬達驅動板給的電沒有到位等等 反正很多原因會造成說 實際上我們已經透過PWM的公司 這個或者會決定我們的PWM PWM已經出去了可是實際上它並沒有到位 然後過程中它會透過這三個方法 來去算出如何把這個 這個支鍵的互差弄到最小 這邊主要是PI零紅之系 那這三個東西它分別有三個參數指標 你看到這個P就是比例單元 I就是積分 D就是微N 那它不是三個東西會有個加總器來 然後可以影響輸出 所以假設以今天一個狀況來講 假設好 室內燈光的舒適性必須維持在某一個亮度 然後你這個時候可能有一個光明電阻 去決定你這個值多少 然後你拋的什麼 拋的方便可能把一個L1燈 那假設今天你怎樣手去揮這個環境 或者是你拋開一個閃光燈等等 會造成這個光明電阻感受到的值會跑掉 於是你要透過燈光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也是一種DIT的流程 大概是這樣 那它三個參數以我們的這個平衡車的例子來講 其實講的就是 KMP來講就是 它是最重要的就是擺回SafePoint的領導 它的值越大翻回的作用力越大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稍微把它傾倒 它會馬上彈回來 這個動作主要是KMP來對面的 然後因為摩擦力使得我們 可以純粹的P東西 也就是說單單只有P不夠 它會進入紋態誤差 紋態誤差 那紋態誤差累積久了 時間一久了 我們的一個東西就誤差就變大 所以這可必須很可愛 所以等一下你又做個實驗就是說 當你把一個東西 你把你的車子整個翻倒 而且你就故意 故意讓它斜斜的維持很久 然後你要再回來 你要花很久時間才可以讓它 數值穩定 因為它等於是 你讓它斜斜的維持20秒 那這20秒的斜斜 已經讓它的穩在誤差累積到很大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設計好的KI的話 你的值就會 要很久的時間才可以慢慢回來 單單靠你可以把它翻回來 這樣子 那KD它是在StatePoint的固定震盪 也就是說有些物理店會有滋後 或者我發機子翻譯 那我們透過低控制器 來預坐預車 提前 未來提前翻譯 這樣子 然後我們以七色預測來看到的 假設今天 我在距離100公尺 前面有個紅綠燈 那我的比例控制器 叫做我踩煞車的力道 這個是我比例控制器 我假如踩的越大力量 它能夠停的速度就越快 就快點放進去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踩 可是實際上它並沒有真的是 反饋出去 它可能有一些力道的差異 比方說我踩太輕 我的煞車是屬於比較輕的 還是什麼一些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去補足 有差異的力道 那這個就是低控制器 ok 然後接著有可能會超越 反正你踩的就踩的 踩的來不及 反而其實沒有剛好精準 你在百件上 可能會超出百件一點點 或者 離百件10公尺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部分的機子 就是用我一份控制器 如何讓我的車頭 讓我精準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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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